那我們就來細看為何這一回的侯友宜 能夠拿下勝利呢 被歸類目前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北票南補這個政策是失敗的 侯友宜你剛細看的情況之下 在北部的票倉來講 其實票數還算是不錯 只可惜在南部的部分 沒能夠把票大幅的拉伸 所以這部分就沒有辦法能夠 讓侯友宜可以順利的渡過這一關 這是第一個失敗的原因 第二個呢 棄保效應還是沒能夠發揮作用 當然一開始人家就講了 從國民黨提名侯友宜開始 就不是非常確定性 因為之前又拉入了郭台銘等等的人 然後中段又要跟柯文哲 舉辦了所謂的藍白河 所以整個拖了情況之下 沒能夠好好的鎖定一個目標 就是侯友宜就是國民黨最棒的 那到後面呢 因為這個跟白子的結果 沒能夠切割得非常清楚 有人就講了 從選後來檢討發現 其實如果所謂的棄保 好像也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 基本上大家都認為 他可能是白中帶藍 但事實上好像是白中帶綠 所以要真的完全切割 完全棄保 可能也是有困難度在的 所以這棄保效應 沒能夠發生的 還有這個侯呢 昔日跟藍疏遠 這什麼意思 還記得嗎 在上一次的四大公投當中 侯友宜先講 歲月靜好 這四個字 當時就引起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不滿了 那麼再加上 當時跟這個韓國瑜之間 他沒能夠幫韓國瑜站台 這也讓很多的韓粉們生氣 那即便事後 他有跟韓國瑜道歉等等 好不容易才拉攏了一些韓粉的心 但是整個你知道 絕對的過程跟痕跡 其實就已經在了 所以外界就算了 這三點就是讓侯友宜沒能夠奪下 這一次總統大位的三大敗點之一 那麼侯友宜昨天在選後的敢言 他也講了 非常的遺憾 沒能夠完成政黨輪替 他讓大家失望了 那麼他尊重台灣人民做出的最後的選擇 悲憤的力量要轉化為監督民眾黨的力量 再次提醒 這個國會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韓國瑜呢 他用臉書發文 他說這場是一個光榮的選戰 誠摯感謝侯友宜 照肖康挺身而出 雖然未能夠完成政黨要輪替的目標 但是他們絕不會放棄他們的初心 那在朱立倫的部分呢 只是改革的道路 不能夠停 國民黨呢 要更好 所以呢 台灣才會有希望 那麼一般來講 國民黨呢 上來再選完之後呢 隨即就會召開這個大會 然後來討論整個決策 結果如何 勝敗如何 那按照過往的經歷的話呢 如果敗的話 黨主席都會馬上請辭 但看到今天為止 朱立倫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動作 有人就講了 雖然朱立倫在這次操盤當中呢 在總統的部分 操盤的可能沒有那麼的如意 但是因為這次在國會當中 是有所進展的 所以會不會可以功過相抵呢 好 這部分 就看國民黨要怎麼樣來處理了 好 那麼有人就講了 切割馬英九 會成為了最後一根稻草 實在是因為呢 馬英九在選前呢 突然了一個信息論 讓這個呢 侯友宜原本的兩岸政策呢 通通被打壞了 有人就講了 馬英九是不是壓垮了 這次選戰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而且在選前之夜 完全沒有邀請馬英九站台 人家就說了 這是一個粗暴的切割 好 那來看到 國民黨的前發言人呢 蕭敬妍怎麼講 他說啊 球隊戰績不好 除了主將呢 會被檢討之外呢 總教練更會被開除 以示負責 所以他認為 朱應該要請辭黨主席 但現在就變成是兩派的意見了 有人認為這一次的國會選擇好 所以可以功過相抵 好 那不管怎麼樣 至少他的等是威權 跟他的領導能力呢 備受到了挑戰 所以人家就講了 那如果真的辭的話 那目前在國民黨內 誰會是最大的統估呢 有人就點名了 不敗女神台中旭長 盧秀燕 因為這次呢 在臺中表現非常的好 在八席當中呢 國民黨的立委 就拿下了六席 其中六席當中 還有四席是成功的 綠翻藍 所以呢 不敗女王的身世 目前來到了最高峰 但是他願不願意接 或是有沒有可能 前進下一任的總統大選 目前都先打上問號 只是先把人給推出來 好 那看到是在民眾黨的部分呢 客戶者講了 把今天當邁上成功第一步 現階段呢 死黨主席的話呢 黨就會四分五裂 這是昨天人家問了 那你總統大選失敗之後 那你會死黨主席嗎 跟國民黨的做法一樣 客戶者說不會 因為大家也知道 民進民眾黨呢 是這個議黨 目前是議人政黨 所以呢 如果他不見的話 現在還沒有新秀 跟跟他同樣人氣的人 可以接 所以他講了 如果現在辭的話呢 民眾黨的委會是四分五裂 所以暫時不會 再加上民眾黨在國會 目前呢有八席 所以他們要透過討論的結果 來好好的來監督國會 那就有清科人士講了 所以到時候呢 柯文哲呢 會扮演的是主炮手 來針扁時事 讓底下人去附和 然後呢 繼續去經營自媒體 因為柯文哲講嘛 傳統媒體對他是不利的 所以呢 在自媒體的部分 不管是YT啦 IG等等經營的都不錯 所以會延續空戰的能量 那只是喔 大家就講了 剛剛也看到嘛 在國會的組成部分 那麼藍綠其實都沒有過半 所以民眾黨的角色 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即便柯文哲跟侯友宜呢 柯文哲呢 跟這個韓國瑜呢 兩人關係不錯 但是柯文哲也講了 並不會因為交情 而特別去怎麼樣 主要是看事情 所以呢 柯的搖擺態度呢 會不會醞釀 藍白不互相信任呢 這部分是打上了一個問號 然後剛剛有人講了 這一回呢 得到最最最最大的贏家 就是黃珊珊 因為他拿到的是不分區的立委的席次 已經直接保送進去了 那是不是就是因為他毀掉了政黨輪替呢 當然黃珊珊不認 他也有發文去反擊這件事情 那麼之前就不斷的吵了 就是民眾黨的前秘書長 謝地公就講了 黃珊珊你要不要負最大的責任呢 因為民眾黨可能沒有達到你所謂的KPI的部分 你要不要請辭 好 那麼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林涛是講的喔 說黃珊珊呢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讓藍白和破局的人喔 那麼無法下架民進黨 她就是罪魁禍首 好 黃珊珊不服 同樣也是有發文反擊的部分 那麼在立委選戰的部分呢 台中市長 盧秀燕呢 展現了最強大的母雞氣勢 台中在八個選軍當中呢 國民黨就拿下了六席 這也改寫了中台灣的政治版圖 就有學者認為 盧秀燕成功操盤 談中的藍白和 有望可以成為最新的在野公主 中二選區成功上演王子富仇季 虎威四年 嚴歡恆打敗對手陳靜怡 即將重返國會 所以這就是民眾給我們的成績 那我們要把握這些成績 不可以辜負 把過去失去的這四年 要趕快把它找回來 要進度要追上 一早掃接白票 感謝選民支持 台中市立委選戰這一仗 國民黨打得漂亮 八席強下六席 碾壓民進黨 其中還有年輕新面孔 廖偉翔 羅庭偉 黃建豪 贏過現任民進黨立委 最強母雞盧秀燕功不可沒 這盧秀燕市長其實在中區 扶選包括中張頭 尤其是在友好這邊 也確實加持很多幫了很多忙 盧秀燕市長媽媽給我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協助跟鼓勵 應驗了一句話 團結力量大 甚至跨越政黨成功完成 藍白區域立委整合 強大的燕子效應 讓國民黨在國會中 拿下53席成為最大黨 選者就看好藍營一姐 盧秀燕問頂2028 當然只要是能夠符合 人民的期待 能夠帶領國民黨 然後這個在未來 這個幫助台中市 城市跟國家的進步 我們都會共同的來支持 國民黨明日之星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發揮影響力 補選跑透透 藍軍新生代跟最強母雞 齊心耀劑 百年老店國民黨 接下來誰來扛 外界拭目以待 簡中部綜合報導 總統得票率 我們放大我們以各縣市來看 2020年跟2024年當中的版圖變化 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我們先看在2020年的部分 在所有的縣市當中 民進黨拿下的是16個縣市的贏家 那國民黨16個縣市 不過這一回呢 經過了四年之後呢 國民黨多增加了兩個縣市的版圖 分別是南投 還有基隆的部分拿下來 民進黨自然就少了兩席 那民眾黨是零 不過細看在民眾黨的部分呢 在新竹縣 在新竹市呢 是獲得到最多選民的支持 但是即便再多的話 還是輸給賴清德 而在侯友宜的部分呢 家製黨 嘉義呢 還是沒能夠獲得大部分的支持 還是由賴清德所拿下 好 那整個的總票數呢 賴清德獲得的就是500多萬票 那麼侯友宜呢 是400多萬票 兩組相差了91萬多票 那麼就沒能夠完成政黨輪替 侯友宜跟趙少康呢 昨天一上台就先鞠躬致憲 藍衣內部也出現了檢討聲浪 質疑朱立倫的選戰政策呢 從一開始就錯了 他必須要為敗選負責 2024總統大選落幕 侯康佩拿下467萬1021票 得票率三成 最終敗給賴消沛 國民黨沒能完成政黨輪替 侯友宜跟趙少康 已上台先舉功道歉 非常遺憾的 未能完成政黨輪替 我讓大家失望了 我還在這裡深深的表達 我十二萬分的歉意 抱歉 對不起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侯友宜敗選 競選總部氣氛一片低迷 支持者難眼失落 頻頻失淚 侯友宜講著講著 也紅了眼眶 對這次選舉的結果 我知道 大家都很難過 很失望 看到我很多好朋友 在那裡不散 我可以理解 我也很不敢 我尊重台灣人民 做出了最後選擇 人民的決定 我們就要面對人民 我們就要好好聽進人民的聲音 回顧侯友宜2022年的地方選戰 以空前的得票率高達62.4% 新北29區全拿 擊敗民進黨林佳龍 但這回總統戰 新北從藍天變綠地 民進黨拿下近四成得票率 國民黨只拿下35.17% 外界分析選戰策略根本錯誤 朱立倫的戰略就錯誤了 你一開始就想趁郭台銘 一開始就想趁柯文哲 你就不會大尾了 你就讓人家看不起了 郭台銘是怎麼對國民黨 這樣跟你糟蹋的 柯文哲都已經在馬英九基金會 簽了字他都可以反悔了 柯文哲抹紅我也無所謂啊 柯文哲說 侯友宜跟趙阿康本來就是紅的 抹紅你們剛好而已 這樣子你都要吞得下去的話 那你們就去監督賴清德啊 他本來一下子就是綠的 一下子又是白的 一下子又是染的 國家被他弄成這樣子 那你要去跟柯文哲合作 那個意義是什麼 我就講那兩個人嘛 第一名的黃珊珊 跟第二名的黃國昌 這樣子國民黨要跟他合作 國民黨怎麼會到今天這個地步呢 國民黨不能靠別人 國民黨當然靠自己啊 你是最大的黨 你是建國的黨 中華民國都快滅了 你一天到晚不是柯文哲 就是郭台銘 你這個黨沒有出席啊 就是朱立倫領導的路線是錯的嘛 我們不能放棄年輕人 要怎麼樣重新把年輕人找回來 不是丟幾個什麼利多政策 那麼如果今天國民黨還是這樣 下一次再選 結果不會差太多啊 民進黨將繼續執政 下一個四年 國民黨不深切檢討 喊再多政黨輪替 都是空談 記者張宥茨 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課費 有一身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試試看 請下再次 我愛你 K